大家好,我是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鄭永迅 最近越來越多家長跟我們說,很擔心香港的教育問題 尤其見到過去在反修例風波裏面,有超過110個教職員涉嫌犯法被捕 復活之後又出現了政治入侵校園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學童因為壓力大而輕生的悲劇 究竟我們的教育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今集瞬間看時事,很想跟大家做一個對比 從去年我們立法會議員去了芬蘭考察教育的感受 去看看我們現在的教育應該怎樣做才更加好 在說之前,請大家先訂閱阿信在YouTube頻道 記得按訂閱旁邊的鈴鐺,就可以搶先看到我們最新的訊息了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去年九月,組織了一個去芬蘭考察教育制度的行程 我自己在這個訪問團是一個副團長 在整個行程中,我感受得最深的是芬蘭的教師是非常高質素和專業的 家長亦都很相信學校教師的工作和他們的質素 在芬蘭,入職教師是一定要有碩士的學位的 在小學到初中,一位教師通常都會持續五六年都是教同一批的學生 很少會轉老師的 教師和家長亦都會經常溝通 教師和學生,教師和學校,以至教師和家長都產生了一種互相相信,互相信任的文化 而我們香港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教學的信任文化方面,我們當然希望做到這個氛圍 以前說真的,一直都做得不錯 但最近這個信任度,相信一定是大打折扣了 我見到有小學教師竟然教英國人為了消滅鴉片 先發動鴉片戰爭,侵略中國 也有教師公然在他們自己的社交媒體發放一些仇警的言論 連文憑史的歷史考題都有機會出了一些扭曲日本侵華的史實 引導學生做錯了一些錯誤的結論 說日本對中國是利多於弊,這樣的題目 很多家長都擔心,這個信任文化為甚麼會走光 教材的選取,教師的專業,是否真的有害群芝麻呢? 怎樣才可以撥亂反正,是否一定要做得到呢? 如果不是,我相信教師和家長之間的紅溝只會越來越深 第二就是學生的壓力 我們又看看怎樣可以改變,去減輕學生應付學習的壓力 我們香港的學生,上學和做功課的時數 全世界都知道是多麼多 連同每日的補習,真的多到嚇死人 香港中小學生每日平均留在學校有七個小時 在家做功課又要做兩、三個小時 有很多還要加上補習、加課等等 每日平均有多一個多小時 很多學生晚上吃完飯,下氣沖沖地就要立即去做功課 不過芬蘭方面,其實他們是這樣的 一到九年級,每日上課就四個六個小時 每四十五分鐘就有一個十五分鐘的小息 每晚在家完成了功課之後,一般就只需要半個小時 所以我們建議特區政府要檢討一下究竟課程的時數 延長一些小息的時間,縮短一些課堂的時間 同時致力充實學生的學習體驗 鼓勵多些的愉快學習 這樣才可以減輕到學生在功課上面 或者在生活上面的種種的壓力 我們經常說,我們的年輕人畢業之後 出路很狹窄,怨氣很大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職業教育做得不好 學生、家長以至到老師 對於職業教育或者一些新興行業的法治 欠缺知識,也欠缺信心 在芬蘭超過四成的學生完成他們一些基礎教育之後 就會報讀一些職業的高中課程 他們離開了職業培訓學校之後 他們又可以讀高等校園的一些大學 又或者去職業技術的大學裡面繼續學習 這個制度令到職業教育不會成為學生學習的路裡面的盡頭 相反,我們香港過去都一直側重在傳統的升學途徑 對職業教育和培訓真的有成見 大家認為入讀了職業教育就是次選 我們建議政府應該要更加多 採取又更加積極的措施 避免大學只是為了追求一些國際排名 過分側重在研究工作和容易取得成果的一些學科裡面 忽略了一些基本知識的傳遞 包括了技能的培訓和實用性的學科 總括來說 芬蘭的教育是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不過香港真的有一個不同的文化和背景的差異 一定不可以說照紙搬自 搬完整套過來香港 不過我們真的很希望 學校真是一個可以讓小朋友吸收知識 愉快學習的地方 年輕人接受了教育之後 是可以找到出路的 對於現在現時的香港教育出現這個亂象 教育局作為教育的主管部門 一定是雜無旁貸 他們必須要做好監管 撥亂反正 最重要的就是 不可以絕對不能夠繼續讓這些政治入侵我們的校園 校長你真的要做好把關的工作 教師也都應該有私德 符合專業的操守 這樣我們廣大的家長 才能夠對我們的教育 能夠重拾信心